大家好 我是陈寗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开始打包音响展了 因为星期四开始嘛 不就是要音响展 那这一次呢 就是要带我这一套 F1-12 去 所以呢 要打包的东西很多 好在这事情呢 我经验丰富 以前呢 还曾经 只能说以前就是 总是每次要到了音响展 前一天才在那边没计划 然后开始乱包 这一次不会了 所以呢 等一下呢 我们要开始包 那要包哪些东西呢 我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每次音响展之前要做哪些前置作业 那大家不要忘记 第一个除了要订阅我之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说 陈寗 我就想要一套音响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搭 或者是说我现在有一套音响有个预算 那么呢 在资讯栏里面有这频道会 不是频道会员 有这个LINE 的连结 也有商城的连结 里面有配合的组合 你也可以直接来问我 不用客气 我知道其实对多数的人呢 音响都不是你熟悉的东西 所以你不了解是正常的 千万不要觉得说 陈寗我的问题很笨 怎么办 其实呢 我必须很坦白地说 大部分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会觉得 很笨 但是呢 这是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就好像我今天去问医生 我之前说了 我去看那个心脏科医生 然后我跟他说 医生我心脏跳很快 我觉得很不舒服怎么办 然后跳多少 100 100 呢 叫很快 好了 你可以走了 他也觉得我很笨啊 所以隔行如隔山 所以 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直接你 不管在影片下面留言也好 或者是传来问我都可以 那我们就开始啰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大家会发现呢 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大家伙已经不见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F1-12不见了 变成F1-5 为什么呢 因为F1-12要收起来特别麻烦 那个事情呢 就请代理商处理 所以他们现在在这儿 来跟大家看一下 来来来来 就是他 这个飞行箱上面还有写小小的F1-12 这个呢 是 台生 就是代理商呢 他们专为这对喇叭做的一个盒子 就是你看这家有写F1-12 他们很认真 就是所有的喇叭 每一个喇叭都有自己的箱子 就连这个最便宜的 Find 的 F302 连这个便宜的一对 我说 拜托这个 你帮这个喇叭做箱子 箱子比他还贵吧 然后他就说 不会啦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 大到F1-12 小到F302 他通通都有自己的箱子 那这个东西呢 装到箱子里 那 明天就是到时候货车来载 就直接这飞机箱就可以拖走 这很方便 这个把煞车拉开之后 他这个脚拉开 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就可以推来推去了 其实如果你是做五台PA工程 应该对这东西很熟悉才是 这东西很棒 我很喜欢 可是 坏处就是他很定点 所以平常家里放了 你把F1-12拿回来 我就跟台诚说这种东西 不要放在这个地方 箱子又拿回去 这对我来说太贩工具 而且 没事我要运喇叭干嘛呢 但是音响展的时候就会需要 那再来要运什么呢 就是这些啦 这个设备 首先这一次我们播放的主题就是 DP-1000 搭配 DC-1000 这个 Accuphase 的50 周年的组合 那这一次播放音乐的方式有点特别 就是呢 我们放的不是 CD 而是 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那 Accuphase 就是这样子 退出来 总要特别慢 你这个太着急的话是不行的 我们放的是这一片 三菱的 DVD 有没有一种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音响展要放 DVD 呢 那是因为 Accuphase 的这个 DP-1000 他是可以读资料光碟 而且呢 根据我的实验 把 CD 先转档之后 再把他烧回 DVD 里面 以这个资料光碟的形式去播放 非常意外的 声音反而会比较好 那我觉得啦 可能是因为 他每一次播放前会缓冲 因为他每 如果你放 CD 的话 换手是迅速换的 可是呢 如果你播的是资料光碟 就像 DVD 这样子的话呢 他每一首都要倒数三秒才会开始播 所以我在想 我猜 应该是这个缓冲的过程让他变得更好听 但还不知道 之后有机会再去问 Accuphase 那带 DP-1000 DC-1000 然后再加上这个 DG-68 这是一个 一整套的 Accuphase 数位训源组合 那另外呢 也会带数位流 就是这个数位传流 Auralic 这台 Auris G2.1 到时候也会带去 那这一台呢 到时候我会有讲座嘛 在周五跟周日的时候 我会有讲座 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说 串流 CD 资料光碟 Cd 跟 SACD 比如说像这一张 这张卡拉扬的 SACD 那我有他的 CD 版本 然后这张又是 SACD 所以同时有 CD 又 SACD 然后呢 我又上 Mora 买了他的 Hi-Res 版本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做个版本比较 然后呢 另外也有这个 大家常常听我讲的就是 冰与火之歌这张 CD 我也有 其实我非常喜欢买 CD 的 很多很多专辑 我都有买 CD 所以 为什麽我会跟大家说 其实 CD 还是有他的必要性 虽然很多人问我的时候 我会说 如果你预算不够 你还是买个 Altair G1 好了 但是因为 就预算不够 不然怎么办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预算真的就是说 我预算超多 我预算无上限 那么呢 这个 Accuphase 的 DC 1000、DP 1000 组合 带回去是非常棒的选择 或者是 MBL 的 1611F 搭配他的转盘 这都是非常棒的 CD 组合 真的很棒 然后呢 再来这一次用的千集 毫无疑问 C3900 就是他 艳明正胜 C3900 还有这个 尊爵荣耀不凡的金圈圈 这就是 390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两台 A75 这一台 A75 跟那边那一台 A75 那为什麽要用两台 A75 呢 因为 我们这一次播放的这个 F1-12 我用的是 Bi-Amp 的形式 很多人会说 陈寗 Accuphase 的顶级应该是 A250 啦 可是 对我来说啦 我认为相位非常重要 所以 一台机器呢 他去推他的高音 一台机器推高音 两边的高音 一台机器推两边的低 对于声音的结像 他的这个立体的感觉 会好很多 当然也是有非常了不起 把这个 Mono 做得非常了不起的厂家 当然 我相信 Accuphase 也应该是这样的厂商啦 可是 既然他有立体深的 A75 我为何不用呢 但是也是有一些很坚持的 比如说像 MBL 啦 Nagra 啦 他就一定要出 Mono 的机器给你 都没办法 所以 见仁见智 没有绝对有好坏 再次强调 没有绝对有好坏 所以呢 这些机器 这六台 然后再加这一台 Aris G2.1 总共会带过去 然后 连同这个架子 就是我的这个 RX 的这个脚架 也会全部捆一捆一起带去音响展 所以 其实 我必须说 这打包的过程 真的是非常的累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穿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 等一下打包的时候 这是一件很烦的事情 然后呢 为了带数位流的东西去 所以也顺便再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位流的设备 就是这里 这里现在很乱 这里 这个 Malco 的 N100 他是一台音乐 NAS 我所有的音乐的档案都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再来是 Switch S100 就是所有的网路设备都是透过他 再来是这一台 Roon Core Roon Core 就是 Roon 的核心嘛 那最下面还有一个 PS Audio 的电源滤波器 到时候呢 这一座也要带去 就为了 播我们的数位流 就是到时候播给大家听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混乱 就是 到处都是 你看我现在我太太去踢到板子 就是我这里有非常多这种东西 就是这种 这种软软的板子 这板子呢 就是当我要把机器放在地上的时候 就一定会电他 或者是机器叠机器的时候 就先垫着这样比较安全 不然像这种东西 保证会刮伤的好不好 通常因为这个 刮到这么漂亮的东西 刮到 多难过啊 所以 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其他这些大的机器收好之后 剩下就是一些 线材啦 或 Magic Damper 脚垫 这些东西 全部都把他收好 打包好 那明天呢 货车来 就带去沿山 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其实我啥要现在都没做 今天就只包了 F1-12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那到下还要再来弄这个 真的是一个大挑战 反正我们就继续努力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最后记得要订阅我 如果看完这影片之后呢 你对这个音响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在资讯栏里面 有LINE 的连结 直接传讯息给我 我来回答你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觉得 陈寗你影片超棒的 我想要支持你做更多这样的影片 在资讯栏里面呢 有频道会员的连结 在旁边这个地方呢 又有超级感谢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支持我 把影片做得更好 或者是你也可以看到更多成因的影片 因为有些影片是会员专属的嘛 所以 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